曾志强解读道的经 那你为就为啊 无为就无为啊 怎么扯在一起呢 那是不是你做到 人家好像没有看到一样 那就鬼鬼祟祟嘛 不是 都不是 你要有为 但是你要在无为的时候去有为 有什么意思呢 就是众人不知不觉当中 你已经做完了 所以我们现在说 你要三生五令 你要大张其果 那不是惹人注意吗 那反而引来很多争论吗 譬如说龙夫好了 龙夫他中秧的时候 时间一照常就去中 他也没有敲落大锅 他也没有说是开会讨论 他还没有发出很多规定 他秧已经查好了 我所做的都是大家认为 本来就应该这样做嘛 那我就无为了 无意无为 是无意而无为 我在做 我并没有心里想说 我在做事情 为什么他们都没有看到 我做的事情 将来有没有功劳 我做的事情 功劳会不会被抢劫 想了 我都干什么 唯以无为 我都在做 但是我并不想那些 大家想的事情 我只想说 我这样做 有没有违反自然规律 我非常单纯 只想这个而已 我顺其自然 好像没有在做什么 轻松愉快 这叫唯一无为 事无事 用没有事的态度 来处理事情 他处理事情的时候 不是紧张兮兮的 而是我可以兼顾 所有的事情 你看很多人做的事情 不得了啊 不要别管 我在忙 你们看他 电话给我关起来 这要做什么事 那你怎么能做到 事无事 就是你洞插先机 你知道食到了没有 食没有到去做 得不偿食 食过来就去做 吃尽苦头 我会带食 等到食到了 我就出手 但是我事先已经准备好了 我事先准备好 人家也没看到 我也不会张扬 时间到了 人家不知道 我知道 我一出手就解决 然后说 你很辛苦 我没做什么 我来做什么 味无味 就是品味 在没有味道的时候 去品味 这个鸡汤 炫不炫美 他放了很多味精 他加了很多调味素的 你再去品味 你吃得出来吗 现在我们就是 被这些调味素搞得我们 真的很急掌 牛肉丸 没有一点点牛肉 葡萄汁 一颗葡萄都没有 那谁叫你要相信 它的味道 因为所有味道都不是真实的 味无味 真正的味道 就是不添加任何东西 那个才叫做真实的味道 纯自然 不添加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 感觉到那个没有味道 那是什么味道 现在我们吃的不是太咸 只是太油 然后搞到最后身体都不好 可是说这个是 美味 所以我们读书老觉得 唯无味 事无事 味无味 那就觉得是老子耍阴险 我明明在做 做得好像没有做一样 那实际上在做 嘴巴说我没做 我没做 那像人 在大家都不认为 这个时候应该做的事情 你去做 不是这样 我不做而已 一做就要让大家都知道 我在做了 这个也不对 就是我顺了自然去做 做到大家认为 本来就应该这样做 就没有什么事情了 所以老子一直告诉我们 无为 就是不违反自然规定 道德经六十三章接着说 大小多少抱怨以德 老子说要以德抱怨 但是孔子却说应该以之抱怨 如果以德抱怨 何以抱德 那么老子所说的抱怨以德 应该如何理解 这里的大小多少又是什么意思呢 大小多少 这四个字再简单无比 反正世界上 反正世界三十年不是大就是小 不是多就是少 但是老子 他把大小多少 他真是讲得太妙了 他说你要用小来制大 你要用少去印多 一件事情 看起来很大 你无从下手 你就从小的地方去做吧 你看现在警察就好了 群众一大堆 你跑出去 你跟他们谈 你一定是可以嘛 说不定哪个人捡起一个石头 巴丢过来 那你不生气才怪的 一生气你就失去理智了 那就叫天乱了 会处理的人 他很冷静 他说各位 现在天气很冷 大家穿得不够 我们里面呢 位置虽然不多 但是可以有十个代表 进来 请你们推十个代表 我们到里面 好好谈一谈 其他人回家 保暖 最重要 群众一天很有道理啊 那十个人进来 十个人进来 这十个人 又到了室内 又到你的地盘上 你看他的心态 自然会调整 他自然比较理性 这种处理方法 就是事无事 明明有事 但是你把它处理的 好像没有事一样 然后十个人进来 来来来来 很难得他们来 倒茶 大家一喝 情绪一平稳定下来 有什么事啊 大家推来推去 没关系啊 说啊 效果完全不一样 不是 拿那个 那个红尘的喊 大小 多少 看到大的 你就慌张 那你处理小的就好了 因为所有大东西 都是有小的构成 看到人多 你就紧张 那你就找少的几个人 好好谈一谈就好了 抱怨以德 这个抱怨以德 是受人家 最误解的地方 抱怨以德 何以报德 那人家对你好 怎么办呢 人家给你难看 人家 增加你麻烦 甚至人家打击你 你就用德去报他 坏人 你用德报他 那好人 你就用什么报他 这很多人就认为 老子这个也太过分了 就完全没有是非了 其实抱怨以德 他讲的是事前 不是事后 已经产生了 你还有一什么报德 你看你从大小多少 你把他的逻辑推广一下 老子再告诉你 你要事先防放 事后会有抱怨 事后会有仇恨 你就要失德 来预防 用德 来预先防止 人家对你的抱怨 突然以奇异 要做难的事情 先从最容易的做起 你看考试 一出来 糟糕了 十个题目 我只懂两个 其他八个都不懂 怎么办 然后就一直在想 这个不懂的 非把它突破五口 最后 时间用光了 那两个会的都没有写 又没时间写 那零分嘛 我一看只有两个会 八个不会 我没关系 我先把两个会的 快速的把它写好 最起码先稳住 从容易的先下手 因为你时间有限 然后慢慢去突破 说不定因为那些 你后面觉得 这没有什么难 就整个化解掉了 其实啊 所有的难题 它都有它的 容易突破的那一点 你从那一点开始 你要不要去找那个 很难突破的地方 伟大与其细 大作用 都是从小处着手 天下难事 必做一意 天下最困难的事情 你要从最容易的小事 去做 天下大事 必做一系 天下最优大的事情 大多从最违信的地方 开始发端 你看孔子就好了 孔子带三千子弟 那么容易啊 他一号召三千个人就来啊 不可能嘛 就从一两个带嘛 越带大家就觉得 跟他学 很好 自动就来了 任何伟大的事情 都是从小小的地方开始 然后慢慢才越来 又发达 越来越发展 那就变得很大 从现实生活中 我们也体会到 大事要从小处做起 难事要从异处着手 老子紧接着又说 是以圣人中不为大 故能成其大 这是不是在告诫我们 不要好高物远呢 是以圣人中不为大 故能成其大 所以你去看 历代的圣人 他们绝不好高物远 好高物远的人 根本做不成 这样就是什么 眼高手低 最后一事无成 他不好高物远 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反而能够成其大事 父亲若必寡心 你看看那些 随便答应人家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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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都是做不到的 都是没有信用的 因为他讲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时候 他并不了解 实情的整个状况 等到他一看这个状况 那根本不可能 那不可能 你已经答应人家了 不是欺骗 而是没有信用 因为你答应太快了 多益必多难 你看得容易的 反而越来越困难 你刚开始看它很难的 结果越来越容易 所以我们一般人 见大人物要小势子 你才不会吓自己 见小人物要大势子 你才不会去惹他 惹他 他反弹起来 你也是很麻烦 见男士 要从容易次去看他 见容易的 你要想 好像没有这么容易的 要更加小心一点 这当中可能 有很多隐藏的陷阱 我没有发现 那这样就好了 这样我们才知道 圣人他做任何的事情 他都抱着一种 不容易 不简单 我要谨慎 我要小心 所以到最后 他都没有困难 如果圣人说 我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谁拦得掉我 这种小事情 不用操心 那就是大意识尽咒 你看孔明那么了不起 最后 他怎么可能 没有算到说 关公会失掉尽咒 他老早就知道 只是他一开始 处理的不是很理想 事后又很难去补救 我们常常讲 一高人胆大 最后是吃亏的 精益游泳着 才会死以水 看人家跳水 容易的可能 你去看看 一摘下去就起不来了 人家那个都是说 哎 跳水 这个不容易 看看天后 看看水游 今天自己的状况怎么样 算了算了 今天我不跳了 你们跳吧 这种人他永远不会死在水里面 圣人照理说 不应该有蓝的感觉 可是他虽然到了圣人 游蓝子 他还是不认为任何事情是那么简单的 还是多多少少觉得说 我要小心 因为可能碰到困难 因此他终无难意 他从来不会碰到难题 像这种事情 我们要把它搞清楚 才有办法真正了解道德经 他给我们的具体的方法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